2020U19亞族聯中華隊主場賽事 即將在明天開打 中華隊將在6號晚間對上澳門 剛從國外帶訓回來的中華隊 也從比賽過程中檢討了球隊的問題 球隊將以最好的狀態 迎接這幾天的比賽 參賽者一體訓練下來 對球的實戰經驗跟我們 整體上的一些搭配 我覺得很滿意 那這次我們 針對這次我們去馬來西亞一體訓練 其實成效非常的好 除了第一場 因為對馬來西亞 那代表隊球員可能在適應上 或者節奏還沒有跟上的狀況 出了預料是 是有稍微沒有很專注在球場上 但是這個是對我們球隊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幫助 才知道才知道我們的缺點在哪邊 然後接下來球員就慢慢適應 對新加坡也展現了要贏球的態度 那第三場有對蒙古也 經過一些調整跟球員的 適合的位置做調配之後 打出我們想要的一些球賽的需要的東西 在國際邀請賽表現不錯的兩位混血兒 胡高爾跟岳明峰 表示很開心能代表中華隊出賽 而之前三場比賽的好表現 讓整支球隊都相當有信心去面對同組的對手 是有趣的經驗 是一個體驗來表現台灣 我希望我們可以成功 成功能來成功 成功能來成功 所以它會有趣 如果我們贏 三個遊戲 來自我還是隊伍 我認為我們只需要成功 成功能來成功 它是一個強烈隊伍 我们所有的确实 And good players they are nice to me like I'm a foreigner And they're treating me nice So just to qualif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bring joy to the fans Because they're coming here to support us And we need to put on the show in their head I think it feels good Especially with the team we have It felt good the last three games We won them all And we got better confidence So I think we feel good 在這三個比賽中的三個比賽 我想 這個比賽中的項目 是 隊伍的項目 是 成功的項目